炫爆劉纳克罗斯,玄敏雷哲玩百爆 最后搭配一把王者加物理攻击 虽然这把最后不够钱买到 但爆起来一定非常可观 刚好这把遇上没坦克的阵容 不会因为没穿透而打不出伤害 玄敏雷哲跟全屏爆击红,视觉上也炫爆了 开场自红蓝然后反红 拿着两个buff领先对方单buff 正面刚起来也不会怂 被击杀之前能逃走 反正抢修抢到了 不死就是大赚 那大大赚是怎么的一个概念呢? 挑起悟空用大招连环控 buff拿走,击杀也带走 还不够赚吗?继续继续 调飞很少加一刀 毁灭终也加个猴 吃完buff马上能打架就最好 不过颯枷也在卡着对方的支援位置 等一手二一技能就能接力进场 开大招把哥德尔控死 等下一波兵线进来 看亥牙贪不贪心 调飞打一刀往后面拉走 亥牙往后就会被我继续打 他往前就交给队友收 再把伊塔带走 中期就有把悟空击杀 中期可以加强又轻 发一个集合讯号 颯枷也跟得很快 挑一下悟空把他下退 在艾蜜莉来到之前 赶快把蓝制裁掉 接着调飞接上大招控制 让艾蜜莉全吃颯枷技能 二技能先溜 残血躲在队友身后 拉茲享受 横扫一下调飞拿下双杀 社府也从上路来到下 圣医隔血就此地不宜久留 正面先交给队友秀 我们先找小兵吸连血 再看能不能重新进场 敌方三人斗参 再次进场瞬间爆炸 打出一波尾团面 突然遇到敌人就抢个先手 凯瑞只跟上一波吸 回头横扫打一刀圣医低血 被拉茲撞走就有请下一位 横扫一刀空气 一个击杀都没有 那就再请下一位 调飞接上三连暴击 每人一个击杀 互相分享棒棒的 战场中最重要的四样东西 一波为你全解释 魔龙中立资源 增加额外经验金钱 他与主宝加大活动范围 赢游戏的关键 也去与击杀增加自己的经验金钱 同时相对降低对方的 四样东西很难排个明确的先后顺序 无论吃了多少魔龙杀了多少人 最终只有主宝破了 游戏才会结束 悟空这把不会有后期 在他把脚伸进后期时 我们把他重新拉出来 横扫被瞬移拉开扫空 调飞暴击差了1滴 躲过拉兹的生龙拳 在塔与塔的中间 暴击1千又1千 贴墙2技能过 横扫打暴击 大招霸体阻止他回家里 阿姨技能好了调飞就是一刀 艾蜜丽是个单挑鬼才 跟他打要用位移拉扯 可是我位移在cd 敌人都聚在另外一边 凯撒不打也说不过去 摆爆已经达成 击杀数相差一倍 悟空不得已也要去分推 正面团3打3也击杀2 悟空也在下路阵亡 单挑刚不过单挑鬼才 那就别跟他刚 打完控制就交给队友 捧扫空气没得偷 合算者敌人也倒下了4个 挑飞疯狂暴击 最后的王子之剑也买不出来 没办法体会到更高的暴击伤害 游戏结束 炫爆刘纳克罗斯 炫算是有炫成功了 不过遇上坦克或半坦阵容 应该就不是炫爆 而是炫爆 炫爆刘纳克罗斯 装备为守恒之剑 圣骑士战旋 圣剑 炎鹿之爪 四血弓 飓风双刀 鞋子换复活甲 王子之剑 二维帮怒夺碎龙爪 魔王维强外负 赏金链 周恶副使 银验鬼爪 听说点赞留言 排位13年 愉快地踏进新一年 我是摇摇摇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